记者万瑜珍台南报道,大鸡大力,今晚吃鸡。 网络射击游戏胜利后出现标语爆红,台南石谷文创园区搭上风潮,从荷兰印尽雷射枪战体验设施钢铁雷战,并推出冠军赢家吃鸡排活动,要让游客真实感受胜利后吃鸡的喜悦。 石谷文创园区说,钢铁雷战运用原厂内堂香打包区空间,不时还有紧张刺激的音效,营造出战地烟雾弥漫场景。 玩家使用的雷射枪,则是今年初从荷兰引进,让人仿佛置身实境绝杀的秘密基地,但所有的空间都是老旧堂场场区。 钢铁雷战每梯次最多可以有20名挑战者,玩家需穿住枪战背心及钢盔安全帽,作战时必须时刻注意前后左右各方位,雷射枪最远可射击150公尺,因此,游戏中不但要避免被敌方射中,也要小心遭队友误射,重枪者会有5秒钟无法发射。 为了增加游戏胜利的真实性,石谷文创源区也推出冠军赢家吃鸡排活动,5月里前体验对战团队,总人数达10人以上,最高得分者在现场拍照打卡按赞分享,可获得香鸡排免费兑换卷,实际感受吃鸡的乐趣。 石谷文创源区说,体验设施4月初开放试完,受到许多年轻朋友青睐,也让更多族群集子看到百年制唐工厂的文化,钢铁雷战及日期正式营运,详细开放时间可上石谷人唐文创源区脸书粉丝专页。 查询